哈喽大家好 你们的朋友齐老爷 SP访愿元节神 可以说是大家这两天最关心的话题和心事神了 那也是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表情包啊 除了这张很经典的 本应是活着 就是为了看看有多长以外 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就是成分比较复杂的表情包 那这期视频啊 就带大家看一看 SP元节神究竟长什么样 以及戴上显微镜 看看他的技能机制预览 首先是他的建模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张脸的 充满元气 十分治愈 同时在例会中的小虎牙 可以说是微妙微笑的做了出来 然后随着元节神的长大 看到他的小黑猫 也是明显变肥变胖了 并且啊 美工故意在小黑猫的屁股这里 放了一个心形出来 有没有福瑞控 想戳一下小黑猫的皮眼 收起这个危险的想法 哎呀 这个小九九 这个身材 爱了爱了呀 你要硬说的话 就是这个灯笼裤 稍微有点出戏 就可以看到元节神SP之后啊 应该是得益于 他的神力有所恢复 人也是变高 变高了不少 如果说SSR元节神 只有一米三四的话 那可能SP的元节神 至少得有一米六七 不过长大归长大啊 似乎他这个憨憨的性格 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你看他会从上面跑下来 捡自己神器的骨肉 捡完之后还会回头很俏皮的对你笑一下 另外你发现没有 元节神SP化以后 他的双脚离地了 他光明正大的飞了起来 某个士神感受到了一些冒犯啊 而且元节神是一个自带表情包的士神哦 在阅览视频中可以看到释放技能的时候 有一个很可爱的表情包出现 不愧是你啊 元节神 对我来说呢 元节神可以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士神 不仅仅是因为他可爱 是国民大闺女 还因为呢 他也是带给了我很多 非常深刻 美好的回忆 在这也是祝福观看视频的朋友们呢 你们呢 把飞气都吐给我 欧气满满的百发以内 抽到SP访元元节神 点赞的朋友30发 轻松搞定 好了 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重头戏吧 SP元节神的显微镜看技能 他的这个技能是稍微有点复杂的 着实研究了一段时间 一技能普攻 二技能一火 三技能两火 12颗黑弹 准备好吧 一技能普攻呢 效果是给自己增加一层蓝色的节元buff buff效果究竟如何 暂时是看不出来 二技能是重头戏啊 有非常独特的机制 也比较复杂 首先二技能有两种 可以选择放青色还是赤色 施放二技能后呢 会给指定单体友方放一个金色印记 这个金色印记对后面的大招有影响 同时有一个类似迷豆子的单体拉条效果 但是这个拉条有说法的啊 因为当我们戴上显微镜后可以发现 在拉条的同时 右边行动条还有一个动画特效 你用青色技能呢 是有一个蓝色圆节 你用赤色技能啊 就是红色圆节 这个是常见的单体拉条所不具备的啊 所以我大胆推断啊 这里并不是普普通通的拉条那么简单 有可能呢 是对一个行动条的CU loading 也就是存档和独档 二者呢是对应的记录他在行动条的位置 以及读取还原之前的行动条位置 如果真是这样呢 只能说这个阴阳师对行动条又玩出了新花样啊 牛逼的很 接下来讲讲大招 大招与世结缘 当释放目标的头上有金色印记时 群体大奶啊 群体两回合护盾 并给释放目标一回合的免控庇护 当释放目标头上没有金色印记时呢 奶和盾就只会单体生效 但这个庇护是依旧存在的 也就是说呢 是群体奶盾还是单体奶盾 取决于释放目标的身上 有无金色印记 好 接下来重点来了啊 如果你之前二技能用的是青色状态 大招除以上效果外 还会获得有方施加单位行动前获得鬼火 驱散我方负面状态 并在回合内减伤等多个特殊辅助效果 如果二技能是赤色状态呢 则有方施加单位行动前获得鬼火 行动后立刻有一个新的回合 并在新回合内大招鬼火减二 到这你就应该能感受到 SP元节省的辅助能力究竟有多全面了 可以说是集回血 护盾 免控 拉条 驱散 轮入道 等等等等 于一身 那屏幕前呢 你觉得从预览视频来看 SP元节省的强度如何呢 我感觉啊 PVP肯定是可以就业的 PVE有待考量 大概率应该是可以两开花 最后啊 补充下SP元节省的叠叠乐 就是头上这个蓝色buff 普攻和大招是各加一层 二技能可以加两层 暂时看不出来是有啥用 这个得等到上线时装才能知道了 周三呢 我也会更新SP元节省的PPT技能解读 大家记得关注留意下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齐老爷 咱们下期视频 有缘相见 拜拜